大家好 14点54分 现在有一个消息 说是有12576名干警 主动向纪委监委投案 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透露 自2月27日 全国政法队伍 现在三个多月 三四五是吧 三个多月 三个半月还不到 自2月27日 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召开以来 截止到6月8号 全国有12576名干警 主动向纪委监委投案 立案审查调查 涉嫌违纪违法的干警 有多少呢 有27364人 刘智就给你双规了 失去人身自由了 1760人 处理 处理处分 违纪违纪违法干警 72316人 你算算吗 加一块这也多是人了 是吧 72加27000 这就10万了 排查认定 违反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的问题 39441件 这种犯罪就是体制造成的 是吧 你查又搞一次运动 抓一批人 管什么用啊 你不从体制上 把你这种根本性缺陷给改了 一点用都没有 就是抓一批人 让大家伙害怕 但是过一段时间还这样 涉及全国法院系统审判执行问题 检查系统的法院啊 是审判和执行的问题 检查系统 检查院是有罪不咎的问题 公安系统是有案不利的问题 干警违规经商办企业的问题 违规参股借贷的问题 干警的配偶子女 及其配偶违规参与经营活动问题 我们的街坊警察 结个婚还摆了好几十桌呢 那个福建人在北京做买卖的 小老板还给他 对吧 这给钱给红包 就是普通的警察 还不是官 是吧 还有离任的法官检察官违规 从事律师职业 充当司法前客等问题 离任的法官检察官当律师的大有人在 我说的94年95年 我那会儿不是在商业部那中商集团 跟我那总经理 我们俩不是经济纠纷闹翻了 那北京市律师协会的副会长徐嘉丽 那不就是原来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吗 后来自己开律师事务所龙安 就后来那个陈秋实还是龙安所的 他在他下面的呀 对不对啊 后来陈秋实离开了 对吧 这是徐嘉丽北京市律师协会的副会长 郑会长刘红宇 那就是也帮了我的忙了 同一件事是北京市律师协会 政府会长都帮了我的忙 那刘红宇是刘富之的儿子呀 公安部部长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刘富之的儿子 你要说这些问题 离任法官检察官违规从事律师职业的 全国的有好几万个这的人 至少上万都是利用自己在公检法的人脉关系 办那种人情案 俗话说叫打捞队捞人的 是吧 然后还要依法纠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 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都30多年了 就证明你们的体制有问题 一直在出现类似的这种问题 对吧 你们还说什么说呀 然后对犯罪分子违法违规的减刑 假释赞予兼外执行案件 10279起 这个体制本身就一定会出现这些问题 你现在揪出来一万多起 那没揪出来呢 差不多 占很大一部分的比例的这种案件的处理 都有前权交易 权色交易 对吧 这一定是这样的 这很可笑 是吧 这就是体制闹体制的问题 现在抓了这些人 当然这些人没有一个冤枉的 而且还有更多的人没抓 是吧 我刚才看了看 大概处理了10万人 这每个省 是吧 每个省都得抓3000人左右 哎呀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是吧 这反正不是公计 这都是污点 这证明了这个体制是有严重的问题 这个中国的公检法是犯罪率最高的 就是公务员的犯罪率远远高于普通人 而这个公务员里边的公检法的犯罪率 又远远高于其他公务员 或者是公务员的平均水平 好吧 朋友们 就说到这 谢谢